现在我们进入第53课的词汇脱口秀 Vocabulary Talk Show 今天和大家聊的第一个词叫 Ho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大多数同学都知道 他表示热 当然要注意 这个词在口语当中 它有很多的用途 下面我们来做场景造句练习 你要表达 有一天天气很热 你可以说 It was a hot day 我已经吃了一周的热狗了 我想我要换换口味 I have been eating hot dogs for a week and I needed a change 所以这句话当中 had been eating 用的是过去完成进行时 表示在那天之前 我一直在吃热狗 热狗的叫hot dog 所以我去了一家火锅餐厅 我特别喜欢那里的辣酱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呢 So I went to a hot pot restaurant and I love the hot sauce there 注意了 火锅在英文当中 我们可以翻译成 hot pot 你看这个hot pot 什么意思呢 字名意思 就是特别热的一个锅 那么 hot sauce 注意了 这个比较容易误解 它并不是很热的那个酱 hot 也可以表示 spicy 也就是辣的意思 所以hot sauce 也就是辣酱 the hot sauce is pretty spicy 在火锅餐厅 我看到了很多辣妹 他们在聊一些热门的话题 这句话用英文如何表达呢 at the hot pot restaurant I saw many hot girls who were talking about hot topics 所以在英文当中 讲到一个身材很火辣的辣妹 可以说 a hot girl 那么hot topics 就指的是 非常热门的话题 接下来呢 你看到其中两个辣妹 在谈到一部 最近很火的电影的时候 他们争吵了起来 but when it came to a hot movie two of the hot girls were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所以when it comes to 这个剧情表示 当谈到什么话题的时候 另外 hot movie 就是特别流行 特别火爆的电影 看起来啊 一个辣妹的脾气 往往也很火爆 it seems that a hot girl often has a hot temper 所以这里的 hot temper 指的就是火爆的脾气 大家看到这个hot 有这么多的意思 其实上都是它的核心意 热这个词的隐身意 所以呢 我们并不需要去记很多的意思 咱们呢 只需要记住它的核心意思 同时呢 在场景当中 展开你的联想 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场景当中 在这个contest当中 它到底是什么含义了 这是学单词的一个 重要学习方法 比如说 这一课当中的标题啊 叫hot snake 这个hot snake 怎么理解呢 看完课文的内容啊 你就知道了 这只蛇呢 掉在了电线上 触电之后呢 被活活的烤焦了 成了一只热乎乎的烤蛇 所以啊 用hot snake 是不是特别形象呢 当然了 我们的课文当中啊 把它翻译成 触电的蛇 是一种意义的方法 也就是对于课文内容的 一种解释 好 今天呢 和大家聊的第二个单词呢 是表达因果逻辑当中啊 非常常用的一个单词 叫做cause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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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呢 表示造成 引起的意思 to cause something usually something bad means to make it happen 所以这个cause呢 通常引起 造成的结果 是一个 负面的结果 比如说呢 有个熊孩子啊 特别喜欢惹麻烦 我们可以说 the boy has caused a lot of trouble 他老是导弹 是一个导弹鬼 所以啊 让他的父母啊 成天提心吊胆 这句话呢 用英文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 he is such a troublemaker that he has caused his parents a lot of worry 所以troublemaker啊 就是一个啊 经常惹麻烦 捣蛋的人 后面 cause someone a lot of worry 就是啊 造成了某人的担忧 让人啊 提心吊胆 所以cause 这个单词呢 也可以做一个名词 来表示原因 比如吸烟呢 是造成疾病和死亡的 主要原因之一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呢 smoking i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death and disease 再比如说 一个地方发生了车祸 警察调查 这次车祸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超速驾驶 the cause of the car accident is speeding 所以speeding啊 在英文当中 就可以表示超速驾驶的意思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 the cause for something 而是the cause of something 所以这里的介词呢 要特别注意 用的是of 而不是for 而之前呢 我们还学过一个表示 原因的单词叫reason 这个词呢 在使用的时候注意 一个事情的原因呢 叫the reason for something 而不是the reason of something 当然有同学可能会问啊 cause跟reason 这两个词呢 都可以表原因 那有什么区别呢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ords generally a cause produces an effect 总的来说呢 cause呢 是产生一个结果的因素 but a reason supports a decision or an opinion and explains why something is done 而我们用reason呢 来表示啊 支持一个决定 或者观点的理由 以及呢 做某件事情的一种解释 我们来看一个场景啊 比如说 有一幢住宅 发生了爆炸 现在呢 警察正在调查 爆炸的原因 诶 考考大家 这句话当中的原因 如果用英文来描述的话 应该是reason 还是cause呢 对了 应该用cause th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the cause of the explosion 所以为什么要用cause呢 因为啊 警察要找的是产生爆炸 这个结果的罪魁祸首 比如说 是炸弹 还是没习惯 等等 所以这里呢 用reason就不合适 因为呢 警察并不是去寻找 实施爆炸的理由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你有个朋友啊 叫Peter 最近呢 他辞去了 在银行的工作 Peter just quit his job at the bank 诶 他为什么辞职呢 你了解到啊 他辞职的原因 是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考考大家 如果这句话 用英文来表达的话 那么 辞职的原因 应该用reason 还是cause呢 对了 应该是reason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是他做出辞职行为的理由 和解释 the reason why he quit was that he didn't like the job 但是呢 如果是因为 Peter犯了大错 给银行造成了巨大损失 导致呢 他引咎辞职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应该用cause 来表示啊 他辞职的原因 the cause of his decision to quit was the big mistake he made 为什么呢 因为辞职啊 是他犯错误 所导致的结果 也就是一个effect 所以呢 在英文当中啊 因果关系 就叫做cause effect relationship 说到cause 我相信啊 很多同学可能会想到 另外一个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 表示原因壮语的廉词 叫because 为什么原因叫做because呢 如果你把because 坎成两半啊 那么就是b加上cause 这个b呢 是by 也就是by 这个词的变形 所以最早呢 because来自于词组 by cause 也就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以呢 because就表示 因为犹豫的意思 那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啊 在美国的非正式口语当中啊 because 常常被省略为cause 那读的时候呢 通常会弱读 所以读成cause cause 有时呢 就会简写为 c o z 三个字母 好 大家跟我读 cause cause 你看啊 这样读是不是比 because 读起来啊 更加省力 更加方便呢 所以啊 人们在说口语的时候啊 都有一种偷懒的倾向 一个老外要说 我工作很努力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的享受工作 他可能会说 i work hard cause i enjoyed 注意 这个cause 是不是 读得特别的快 同时啊 非常的弱 你几乎都听不到了 说完了cause 下面呢 我们来聊一个重要的副词 叫做 accidentally 它表示意外的 偶然的 当然它来自名词 accident 也就是意外的意思 accid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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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 比如说 他乡遇故知 比如你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啊 突然碰到了一个老乡 哎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对不对 你可以说 whenever is abroad I bumped into an old friend accidentally 所以这里啊 我们用了一个动词叫bump bump 它表示撞 bump into someone 撞见某人 撞见啊 当然是一件特别意料之外的事儿了 当然这里的accidentally呢 你也可以用unexpectedly 也就是意料之外的这个单词来替代 另外呢 在口语当中呢 by chance 或者说by accident 这两个词字啊 也通常可以用来表示意料之外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 I bumped into an old friend by chance or by accident 当然生活当中啊 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也有意料之外的一些倒霉事儿 比如说有一天啊 你不小心把一个重要的文件给误删了 你可能会懊恼的说 Oh my god I accidentally deleted an important file 当然生活当中啊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比如说啊 在桃渊明的桃花园记当中啊 一位捕鱼人就意外的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桃花园 用英文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 The fisherman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e peach blossom land 所以blossom这个单词啊 可以表示果树开的花 比如说桃树开的花呢 就叫做peach blossom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这一课当中 第四个重要单词 这个词啊 还有点恐怖 它叫做remains 它可以表上动物或人的遗体残骸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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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啊 就必须先来看看它的动词 叫remain remain 这个单词啊 它的核心意思就是留下来 to remain means to continue to exist or be left 比如说我们在看篮球比赛 比赛呢 那在最后一分钟 双方啊 比分持平 用英文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The score is tied with only one minute remaining 而大家注意 留下呢 就意味着保持某种状态 所以呢 remain 也有表示保持的意思 比如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啊 乔丹依然非常的冷静 我们可以说 Michael Jordan remain calm at the last minute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 remain 可以表示留下和保持的意思 那么remains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作为一个名词啊 remains 就表示 things that remain 也就是残留下来的东西 所以当一个人 或者说一个动物 去世之后啊 它留下来的躯体 就叫做remains the remains of a person or animal are the parts of their body that are left that are left after they have died 比如说 在战场上 有一个英雄牺牲了 他的遗体呢 被人们保存在一个水晶棺当中 这句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描述 the remains of the hero were kept in a crystal coffin 所以crystal指的是水晶座的 coffin呢 就是棺材的意思 crystal coffin 就是水晶棺 当然我们刚才说过 remains 这个单词也可以指 动物的残骸 比如说 你有个猎人 在打猎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老虎的遗体 用英文呢 你就可以这样来描述 the hunter found the remains of a tiger 当然残留下来的东西 不仅仅是动物或人的遗体 还可以是一个建筑物的遗迹 比如说古罗马的遗迹 就可以称之为 the remains of ancient Rome 那么再问大家 什么叫做 the remains of a meal呢 一顿饭残留下来的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残根冷制 比如说 你吃完了晚餐 正在和母亲一起 清理晚餐的残根冷制 你就可以这样表达 we are cleaning up the remains of the dinner 这里的remains 就指剩饭剩菜 所以总结一下 remain这个动词呢 可以表示 留下和保持的意思 而名词remains 它的意思就是 残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既可以用这个词呢 来表示 动物和人的遗体 也可以用它来表示 建筑物的遗迹 残根冷制 它们的核心意思呢 都是残留下来的东西 好 说完了remains 下面呢 我们来聊一个重要的动词 叫solve 这个词呢 表示解决解开的意思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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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呢 解决一个问题 叫做 solve a problem 解答一个谜题呢 叫做 solve a puzzle 解开一个谜团呢 叫做 solve a mystery 那为什么solve 可以表示解决解开呢 今天啊 我们来认识一下 solve 这个词的基因 它的基因呢 是一个词根 solve solve 有的时候呢 可以写成 solve solut 它们都表示啊 loosen 也就是 松开散开的意思 所以 solve a problem 或者说 solve a mystery 字面意思呢 就是让一个问题 或谜团散开 那么大家想想看啊 如果仅仅困扰你的问题 或一个谜团啊 散开了 那是不是就表示 这个问题 或这个谜团啊 不存在了 解决了呢 另外呢 我们顺便记一下 solve 它的名词呢 叫solution 就表示解决方案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呢 就叫做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那么solution呢 其实还有一个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意思 表示容业 诶 很多同学呢 可能感到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solution 还可以表示容业呢 我们刚刚讲过啊 solve和solut 它的核心意思啊 就表示散开 同学们啊 想象一个场景 你把一块糖 放进咖啡里 它是不是很快就散开了 变成了溶液呢 所以呢 solution 既可以表示啊 让一个问题 散架 解决的方案 也可以表示 一个固体 放进液体当中啊 散开之后 变成了溶液 诶 我们顺便呢 再来记一个 跟solution 同根的单词 叫做absolutely 这个词啊 在扣语当中 表示绝对的 完全的 诶 为什么会表示 这个意思呢 我们来看啊 它的前缀 ab 表示away 离开的意思 词根 salute 可以表示 loosen 也就是 松开的意思 ly 是一个 负词的后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如果 松开绳索 离开了任何的约束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绝对完全的自由人呢 所以如果你说 he is absolutely right 字面意思呢 就是他不受到任何错误的约束 那也就是说 他是绝对完全正确的 所以大家记住啊 soft solution absolutely 他们的基因啊 都是松开的意思 好了 那么我们下面呢 来聊一个词 叫做mystery 这个字啊 我们刚刚讲过 它表示谜 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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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ystery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understood 在大自然当中啊 有很多未解之谜 比如说 到底谁创造了宇宙呢 这啊 一直是个谜 英文中啊 会这样来表达 who created the universe remains a mystery 所以这里的remain 是一个动词 它表示 保持 remain a mystery 就表示啊 一件事情 一直以来都是个谜 人类历史上啊 也有很多的谜团 比如 古埃及人到底是如何设计和建造了金字塔呢 How the ancient Egyptians managed to design and build the pyramids remains a mystery 而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些事情啊 你无法理解 但是呢 又感到很好奇 你就可以说 something is a mystery to me 比如说你有个朋友一个月瘦身了30磅 你感到非常的惊奇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简直呢 对你来说啊 是个谜 用英文 你就可以这样来表达 How he managed to lose 30 pounds in a month It's a mystery to me mystery的形容词呢 叫做mysterious 这个词啊 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单词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神秘的陌生人 你可以说 I met a mysterious stranger 你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 你可以说 I have received a mysterious letter 神秘的事物呢 往往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爱因斯坦呢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we can experience is the mysterious It's the source of all true art and science 爱因斯坦说啊 我们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物 就是那些神秘的东西 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啊 正来源于此 注意 这句话当中 他说 the mysterious 就表示啊 所有神秘的事物 定贯词加上一个形容词 注意 就表示一类事物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 这一课当中的一个重要动词 叫snatch 它表示啊 抓住抢夺的意思 sn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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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用中文呢 其实是很难理解它的准确含义的 我们用英文来解释一下 to snatch means to take something away from someone with a quick often violent movement 注意 snatch是什么样的一种抓呢 注意了 它的动作特点啊 就是快 准 横 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啊 大家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动物的纪录片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一只鹰呢 在天空当中发现水中有一只鱼 就俯冲到水面上 抓起这只鱼啊 然后再次飞向天空 整个过程呢 一气呵成 这里啊 有两个重要的动作 第一个是俯冲 这个俯冲的动作呢 在英文当中啊 叫做swoop swoop swoop 然后呢 抓起这只鱼的动作啊 就叫做snatch 所以整句话呢 我们可以下来描述 an eagle swooped down and snatched up a fish from the water 大家想象一下啊 因抓起鱼的那个动作 snatched up a fish 是不是快 准 狠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有一天呢 你走在大街上 一个贼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冲到你的面前 把你的手机给抢走了 这个动作 也是快 准 狠 你可以这样来描述 a man snatched my cell phone from my hand and ran away 所以snatch 这个单词的本质意思啊 是一种快 准 狠的抓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如果你跟一个外国朋友啊 在乘火车的时候 他跟你说了这样一句话 又是什么意思呢 I stayed up late last night so I need to snatch an hour sleep on the train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 stay up late 就表示熬夜的意思 他说 I stayed up late last night 也就是 昨天晚上我熬了一夜 所以呢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I need to snatch an hour sleep on the train 他要在火车上 snatch an hour sleep 字面意思啊 是抢到一个小时的睡眠 那也就是说 在火车上 抓紧时间 偷控 睡上一小时 补补觉 snatch 用在这里啊 就有了一种 争分夺秒的感觉 好 说完了snatch 今天呢 我们要聊的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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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park is a very small burning piece of material 比如说 在夏天的时候 你和朋友啊 在郊外野营 篝火里呢 会冒出很多的火星 你可以说 we can see sparks fly up from the open fire 再比如说 一些电线如果裸露之后 也会产生火花 这种电火花呢 就叫做 electric sparks 一根破损电线 所迸发出的电火花呢 就可能引发火灾 诶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呢 electric sparks from a broken wire can start a fire 正因为火星会引发火灾 因此呢 spark 作为动词啊 可以表示为 引发的意思 除了电火花之外 一只小小的烟头 也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a small secret ant may spark a big fire 注意这里的 spark a fire 就相当于 star a fire 但是用到spark之后 是不是更加有画面感呢 当然 spark 能引起的东西啊 远不只是火灾 当一件事情啊 像一个小火星一样的 点燃了你的热情 激发了你的想象力 好奇心和兴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可以用 spark 这个词来表达 比如说有些朋友啊 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 诶 科幻小说啊 能激起一个人的 想象力跟好奇心 我们可以说 reading science fiction sparks people's imagination and curiosity 再比如说 有一门课呢 激发了你对英文的兴趣 你可以说 this course has sparked my interest in english 这也是东西老师啊 希望我们这门课 能够带给大家的 我希望呢 我们的课程呢 就像是一颗小火星 能够点燃 你对学习英语的 热情之火 让你呢 能够真正的 爱上英文 大家可不要小看了一颗 小火星的力量 意大利著名诗人 淡丁 Dantin 有一句名言 from a little spark may burst a flame 火星虽小 却能激发 熊熊火焰 也正如毛主席 说过的那句话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词汇 透口序话 就说到这儿 现在我们进入 第53课的 巨型金讲 Kiss Structures 这篇课文呢 讲述了一次 特别离奇的 森林火灾 It's talking about a weird forest fire 而这篇课文呢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的开头 我请大家来留意一下 课文是怎么开始 故事的讲述的 我们来回放一下 课文的前两句话 At last Firemen have put out a big forest fire in California Since then 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out how the fire began 诶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课文的开篇处啊 作者用的是 at last 用的是 最后这个时间状语 我们一般讲故事的 通常方式啊 都是先讲 背景 setting 然后呢 给出 矛盾 conflict 接着介绍 经过 development 进一步呢 达到故事的高潮 climax 最后呢 才公布结局 resolution 而这篇文章呢 讲故事的思路啊 与众不同 一开始啊 就展示了整个故事的结局 resolution 给了大家一个现场的画面 at last firemen have put out a big forest fire 我们好像看到了 消防队员在打扫 坟毁森林现场的画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at last 这个短语呢 通常是用在 文章的最后 而这个故事当中呢 却用在了开头 why 理由很简单 是为了给出一个 比较让人惊讶 而充满疑问的结局 制造出全文的 suspense suspense 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我们之前 一再提到的 悬念 读者的心中啊 必然会非常好奇 what caused the big fire 而再接下去呢 作者啊 知道你肯定要问这个问题 于是呢 下面给出了一些 通常可能的原因 some possible causes 文章里说的 forest fires are often caused by broken glass or by secret ants 大家注意 在我们读英文 报刊杂志的时候啊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原则 叫做 反常规原则 in the newspaper common sense is always wrong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 文章当中提到 常常怎么怎么样 大家通常认为 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啊 往往是为了 获得大家的共鸣 而后面呢 作者啊 常常会给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观点 或现象 这样呢 就会给大家造成 一种surprise 所以呢 课文中 写了造成火灾 常见原因之后啊 后面紧接着啊 就否定了 这两种 常见的原因 而这个时候呢 读者肯定会更加 急切地想知道 what on earth caused a big fire 那么到底什么 造成了这次火灾呢 接下来啊 作者开始解开 这个秘密 故事里说 a fireman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e cause 一个消防队员呢 非常意外地 发现了其中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时候 文章啊 再次用到了 结局造悬念的方法 说到 a fireman noticed the remains of a snake wound around the electric wires 给了读者呢 一个奇怪的画面 一条蛇呢 把自己缠绕在 电线上 诶 这个时候呢 读者肯定会想 how could a snake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a fire 一条蛇 怎么会跟火灾 有任何的关系呢 顺便补充一个表达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b 就表示 a和b啊 有关系 而如果说 a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b 那就表示 a和b 没有任何的瓜葛 好 接下去呢 作者才开始 solve the mystery 解开这个谜 文章的最后啊 用了flashback 也就是倒序的方式啊 就像电影当中的 闪回镜头一样 还原了最初 火灾发生的经过 原来呢 是一只鹰 从地面抓起了一只蛇 飞到空中 但是呢 又把蛇丢在了电线上 课文中是这样来描述的 a big bird had snatched up a snake from the ground and then dropped it onto the wires 所以课文当中的 a big bird 字面意思啊 是一只大鸟 但是我们看课文的图片啊 应该知道 这是一只 eagle 也就是鹰 另外呢 要留意这里 动词的用法 用的特别精准 snatched up a snake from the ground 大家体会一下 snatch 这个单词的用法 我们曾经讲过啊 这是一种 快准狠的抓 这只鹰抓起蛇之后呢 一定是快速的飞上天空 然后呢 drop it onto the wires 注意这里的drop 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drop means to let something fall 也就是你松手之后 让一个东西掉落下来 但让我想想 这只鹰当时肯定不是故意的 另外要注意 onto the wires 这里的戒词 onto to表示方向 而on呢 表示最后的方位 所以呢 onto就表示啊 到什么之上 后来呢 这只蛇啊 缠绕在了电线上 这引起了火花 传导到了地面 最后呢 引发了大火 大家特别留意 课文的最后一句 it sent sparks down to the ground and these immediately started a fire 最后一句呢 呼应了开头的 big fire 从而解开了 故事开篇 所埋下的悬念 所以这篇文章啊 虽然短 但是呢 向我们展示了 另外一种 storytelling pattern 一种非常好的 讲故事的方式 用结局 制造悬念 to create suspense by presenting a surprising by presenting a surprising ending in the beginning and make them wonder why and make them wonder why 然后呢 逐渐地排除 最常见的原因 then rule out the most common causes 最后啊 给出一个 令人惊讶的原因 解开悬念 in the end review a surprising cause 许多影视剧的悬疑片呢 就是这种模式 比如说啊 在一部悬疑片当中 一开始的画面呢 是在某个森林当中 发现了神秘的死者 a man was found dead in a forest 后来呢 警察开始 寻找凶手 then the police began searching for the killer 但是呢 所有可能的嫌疑犯 都被一一排除了 but all suspects were ruled out one by one 最后警方才意外发现 这个死者啊 原来不是被人所杀 而是被雷电给劈了 finally the police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at the man was killed by lightning 所以下次呢 如果你想讲一个 有趣的故事 或者说吸引人的故事 你也可以参考 这种悬疑片模式 so when you wish to tell an attractive story next time you can follow this suspense film pattern 好 学完了这一课的 讲故事方法之后啊 今天呢 想跟大家补充一个 特别重要的专题模块 时态全家福 因为到这一课为止呢 英文当中啊 最重要的时态 我们基本都讲完了 英语的时态啊 是我们在使用英文的时候啊 绕不开的一个 重要语法点 而在中文当中 是没有时态的概念的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中国同学 在学英文的时候 一大难点 说到时态呢 诶 考大家一个问题啊 英文当中 总共有多少种时态呢 对了 有16种 哎呀 有的人说 这么多时态 我该怎么学呢 我从第一堂课开始啊 就教大家 诶 英语的语法 后面呢 体现的是思维方式 所以呢 在学时态的时候 我们首先啊 要建立起一个核心思维 什么核心思维呢 大家可以记这样的一句话 穿越时间坐标 切换动作状态 英文的时态呢 有四种时间坐标 在每一种时间坐标之下呢 又有四种动作状态 所以合起来啊 叫四十四态 它们构成了四乘四 16种时态 一个表格 就可以对于英文的时态呢 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这个表格的横向 是英文当中 描述时间的时候啊 四个基本的时间坐标 分别是 过去 现在 将来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叫 过去将来 也就是 站在过去 看未来 表格的重坐标呢 有四种动作状态 第一种是 一般态 也就是惯常的状态 第二种呢 是进行态 表示正在发生 第三种呢 是完成态 表示已经发生 第四种呢 是完成进行态 表示持续发生 所以呢 这四个横坐标 和四个重坐标啊 交错之后 就变成了16种时态 当然有同学会问了 哎呀 东星老师 这么多时态 我怎么记呢 我怎么学呢 哈哈 当然了 我们生活当中啊 真正用到的重要时态啊 并没有16种 有5种时态呢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啊 用的比较少 比如说 过去完成进行时 将来完成进行时 过去将来进行时 过去将来完成时 还有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 估计啊 我说完这些时态的名称 你已经晕了 对不对 对于这些时态呢 你只要做一些了解就行了 当然 很多同学说 哎呀 东星老师 剩下还有11种时态 也太多了 我该怎么学呢 哈哈 别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学习时态的方法 有两个基本原则 原则一 先现在 再切换 什么意思呢 大家首先重点深刻理解 时间坐标当中的 现在 这个坐标下的四种时态 也就是 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现在完成时 还有 现在完成进行时 这是四种啊 最最重要的时态 然后呢 通过 时间坐标的变换 类比 现在坐标下的四种时态 这样呢 就很容易理解 过去将来 以及过去将来 这几个时间坐标下的 不同时态的意义了 那么 学习时态的 第二个重要原则是什么呢 叫做 先宏观 再微观 先从宏观上 理解时态的核心思维 和各个时态的 最核心用法 然后呢 再从微观上 关注有些时态的 特殊用法 比如说 现在时 表将来 等等 所以通过这两个原则 先现在 后切换 先宏观 再微观 我们在学习时态的时候 就可以循序渐进 轻松自如 好 下面呢 我们用 Michael做蛋糕 这个动作为例 来对比一下 四十四态 组成的 十六种时态 都表达了 什么样的含义呢 好 我们先把时间坐标 放到现在 第一句话说 Michael makes a cake every day 这句话说的是 Michael每天 做一个蛋糕 有可能 Michael是一个蛋糕师 这句话呢 强调的是一个 惯常的状态 那么如果我说 Michael is making a cake 这是强调 Michael正在做蛋糕 强调 现在发生的动作 第三句话 Michael has made a cake Michael已经做好了一个蛋糕 这是完成时所表达的含义 表示事情已经发生 那么如果我说 Michael has been making a cake 这里用了 现在完成进行时 什么意思呢 对了 那是表示 Michael一直在做蛋糕 表示持续发生 现在这个蛋糕 可能还没做好呢 好 下面呢 我们把时间的坐标 切换到过去 来看这个坐标下的第一句话 Michael made a cake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一般过去时 表示Michael曾经做了一个蛋糕 那这个蛋糕呢 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 第二句话 Michael was making a cake 这句话用到了 过去进行时 表示什么呢 对了 表示当时Michael正在做蛋糕 强调当时正在发生的动作 第三句话 Michael had made a cake before yesterday 这句话用到了 我们熟悉的 过去完成时 他表示什么呢 对了 在昨天之前呢 Michael已经把蛋糕做好了 他强调的是 过去的过去 我们再看第四句话 Michael had been making a cake before yesterday 这句话呢 我们用到的就是 过去完成进行时 诶 这个时代可能我们比较陌生一点 那么他表示什么呢 对了 他的核心思维啊 和现在完成进行时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把时间坐标切换到了过去 所以呢 他表示啊 在昨天之前 Michael一直在做蛋糕 这个蛋糕啊 可能还没做好呢 所以过去完成进行时啊 是表示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之前 持续发生的事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的坐标 切换到将来 诶 我们看第一句话 Michael will make a cake Michael将会做一个蛋糕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般将来时 表示啊 人们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测 或者意愿 我们来看第二句 Michael will be making a cake Tomorrow Michael啊 将于明天做一个蛋糕 诶 这是什么时代呢 对了 这是将来进行时 诶 将来进行时表示什么呢 表示在将来某一刻啊 正在发生的事 也可以表示呢 未来确定安排好的事 好 我们再看第三句 Michael will have made a cake by the end of tomorrow 诶 这句话表示说 在明天结束之前 Michael啊 将会把蛋糕做好 你看 这里用到了什么时代呢 对了 将来完成时 他表示呢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之前 完成的事情 第四句 Michael will have been making the cake for five days by the end of tomorrow 在明天结束之前呢 Michael将做了整整五天的蛋糕 哎呀 这句话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时代啊 叫做将来完成进行时 所以完成进行这个动作状态啊 我们说过 他强调的是持续发生 所以将来完成进行时 就表示啊 一个动作啊 一个动作一直持续到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而到那个时间点呢 可能呢 动作还没完成 所以当你说 Michael will have been making the cake for five days by the end of tomorrow 大家体会一下这句话当中的语气 你在说 Michael一直做蛋糕 做到明天结束啊 已经整整做了五天了 但是呢 这个蛋糕可能啊 还没有做好 好 最后呢 我们把时间坐标切换到过去将来 什么叫过去将来呢 也就是从过去看未来 那么这个时间坐标啊 往往呢 我们会用在转述故事的时候 在当时去展望未来的场景 它的形式呢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把将来时当中的will 换成what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Michael told me that he would make a cake the following day 你可能呢 是在回忆过去的一件事 Michael啊 当时告诉你 他呢 将在第二天做一个蛋糕 你看 这是在过去的那一个时刻 看未来 第二句话 Michael told me that he would be making a cake the following day 这句话说的是啊 Michael当时告诉我 他计划呢 在第二天做一个蛋糕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跟第一句话其实很接近 但是呢 他用了过去将来进行时 表达什么意思呢 表示啊 在过去展望未来 确定安排好 计划好要做的事 我们再看第三句 Michael told me that he would have made a cake by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day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Michael当时告诉我 他将在第二天结束前 做好一个蛋糕 你看这是在过去的那个时间 去展望未来某个时间之前完成的事情 这就叫做过去将来完成时 我们来看最后一句 Michael told me that he would have been making a cake for five days by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day Michael当时告诉我啊 到第二天结束之前 他将整整做了五天的蛋糕 注意你看 这是过去的一个时间 在展望未来某个时间之前 将持续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叫做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 说到这儿 有些同学已经晕了是不是 哈哈 在过去将来的这个时间坐标下 其实大家真正常用的时态 就是过去将来时 其他几个时态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时态的场景综合造句练习 比如说我们来做一篇演讲 叫做My Life 我的一生 昨天 今天 明天 描述一下 我从哪来 我是谁 我相去向何方 你可能会这样开头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y life and my dream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呢 我跟大家聊聊我的一生 和我的梦想 演讲的第一个部分呢 你可能会先谈谈昨天 也就是 你从哪来 第一句话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southern China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只需要用一般过去时 在我上大学之前呢 我一直在读关于探险的书 所以描述在过去的一个时间之前 一直在做的事 我们应该用什么事态呢 对了 应该用过去完成进行事 所以你可以说 I have been reading books about adventures before I went to college 好 记下去一句 在我上大学期间啊 我总是梦想着环球旅行 如果你要表示啊 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当中 不断在做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事态呢 对了 可以用过去进行事 During my college years I was always dreaming of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但是呢 在我毕业前 我从未有机会出国 考考大家 这句话中 我从未有机会出国 该用什么事态呢 所以毕业前 这是一个过去的时间 在毕业之前呢 没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过去的过去 对了 我们应该用过去完成时 but before I graduated I had not got a chance to travel abroad 当时呢 我的朋友们都认为啊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 就会很快忘记自己的梦想 诶 考考大家 很快忘记自己的梦想 在这句话当中 应该用什么事态呢 我们来确定一下 时间的坐标 我的朋友们当时认为 这个认为啊 应该是一个过去的动作 所以呢 应该用过去时 believed 而当时他们认为 我在大学之后 会做的事情 这就是在当时 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测 所以该用什么事态呢 对了 用过去将来时 所以这句话 可以这样来表达 My friends all believed that I would quickly forget about my dream after graduation 好 说完了过去啊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今天 现在呢 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几乎啊 没有时间旅行 这句话比较简单 用什么事态呢 对了 用我们啊 最熟悉的 一般现在事就可以了 因为呢 它表达的是 现在我的状态 Now I work for a big company and have little time for traveling 但是啊 我还不断地想着 如何把梦想变为现实 这句话用哪一种事态 比较合适呢 最后 我们表达的是 现在啊 不断地在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现在进行时 所以这个事态呢 未必指的是 此时此刻正在发生 也可以指啊 当前的这一段时期 不断在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持续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说 but I'm still thinking about how to turn my dream into reality 我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 在未来三年 走遍每一个大周 I have made a plan to visit every continent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所以已经制定计划 这里呢 要用现在完成时 此外呢 从五年前开始啊 我就一直为我的计划存钱 所以 从五年前开始啊 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 我们应该用什么事态呢 对了 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我们可以说 besides I have been saving for my plan since five years ago 好 说完了昨天和今天 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聊明天 到这个月月底 我将为我的公司工作满十年了 诶 这句话该用什么事态呢 所以我们首先确定是将来时 另外呢 我们确定动作的状态 工作这个动作呢 将一直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 而且呢 还可能持续下去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用 将来完成进行时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I will have been working at my company for ten years 所以呢 今年年底 我将会辞去工作 so I will quit my job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注意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 一般将来时 表示未来要做的事儿 当然你也可以说 I'm going to quit my job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按照我的计划呢 我将在新年到来之前呢 启动我的环球探险计划 所以这句话呢 表达的是在未来 也就是新年到来之前呢 已经开始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 将来完成时 According to my plan I will have started my round the world adventure before the new year 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啊 我将一直在 环球航行 所以这句话呢 表达的是在 未来计划要做的事儿 我们可以用 将来进行时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I will be sailing around the world 你们下次再见到我的时候 我的探险计划 就将大功告成了 When you see me next time my round the world adventure will have been completed 所以这句话当中呢 我们用的是 将来完成时 因为下次你在 见到我的时候 这是一个将来的时间 在此之前 我已经完成了探险计划 这就是一个 在将来某个时间之前呢 完成的事情 用将来完成时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专题 时态全家福 英文当中 时态的核心思维是什么呢 穿越四个时间坐标 切换四种动作状态 所以呢 44态就构成了16种时态 其中啊 有11种是常用的 有5种呢 你只要做一些了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学习时态呢 一定要抓重点 我给大家分享了 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 先现在再切换 先深刻理解 在现在这个时间 坐标下面的 四种时态 然后再切换 时间坐标 原则二 是先宏观 再微观 先宏观的理解 时态的核心含义 然后呢 再关注微观层面的 特殊用法 当然我要提醒大家 时态呢 是我们英语语法 学习当中的难点 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那么什么时候代表着 你真正学会了时态呢 光背下前面的表格啊 是没有用的 大家一定要在大量的 背诵 转述 这些输入输出的练习当中 去体会 时态的用法 当然有一天啊 你忘记了这个表格 但是呢 你的脑海当中 形成了时态的自然反应 在使用英语的时候呢 能够下意识地穿越四个时间坐标 切换四种动作状态 那么你的内功就练成了 希望对大家有启发 好 今天的剧情金讲 我们就说到这儿 现在我们进入第五十三课的 故事转述演练 story retelling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中英文的逐句转述练习 first of all Let's retell the story sentence by sentenc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这颗的转述场景是这样的 有一天啊 你在报纸上读到了 美国加州发生了森林火灾 而火灾的原因呢 却令人啊 匪夷所思 在一次聚会上啊 你把这一次离奇的怪事 转述给你的几个好朋友 你可能会这样开头 Hey guys Have you heard of the big forest fire which has just been put out in california Hey 火箭们 你们听说了 刚刚在加州扑灭的 那场森林大火吗 注意guys 在美国口语当中 是一个特别常用的一个表达 把你的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为 guys 就好像说 Hey 火箭们 那有听众可能会问了 guys 是不是只是指男性呢 哈哈 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在美国口语当中啊 对于你的一群朋友 里面有男有女 你也可以称呼他们为 guys 这在日常口语当中啊 是一个挺亲切的 当然是一个非正式的一种称呼 好 我们继续转述 消防队员呢 已经花了整整两周的时间 才把熊熊大火给扑灭 而这次大火 已经摧毁了一大片美丽的森林 It has taken the firefighters two weeks to extinguish the raging fire which has destroyed a large area of the beautiful forest 所以这句话当中的几个表达 第一个是灭火 我们用了一个动词 叫 istinguish 这个词呢就相当于put out 生活当中啊 灭火器呢就叫做 istinguisher 在这个istinguish 后面加上er 另外呢 描述这个大火 熊熊燃烧 我们用了一个形容词叫 raging 它来自一个动词叫rage 这个动词呢 表示发怒 肆虐的意思 所以 raging fire 给你的感觉啊 就应该是 熊熊燃烧的大火 像在发怒一样 这样的表达 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呢 另外要注意啊 在美语当中呢 消防员通常会用firefighter 字面意思呢 就是与火搏斗的人 相当于我们课文当中的fireman 好 我们继续转述 尽管森林大火在加州很常见 但是呢 这一次大火非常不同 非常的神秘 though forest fires are commonly seen in California this fire was very different and mysterious 所以在中文当中呢 有虽然 尽管 后面呢 就会跟上一个但是 表转折 而英文当中呢 有although 或者说though 后面呢 就不能跟上but 虽然转折的含义 同样存在 但是呢 but 要隐身 好 我们继续转述 通常森林大火是由破碎玻璃 或是人们不小心丢弃的烟头引起的 usually forest fires are started by broken glass or by sacred ants carelessly thrown away by people 所以这句话当中呢 thrown away by people 是过去分词作为后制定语 它是定语从具的简化 如果还原成定语从具是什么呢 对了 which are thrown away by people 有的人可能会好奇啊 说这个broken glass 碎玻璃怎么会引发火灾呢 道理很简单啊 有些破碎玻璃啊 有点像涂透镜 所以呢 可以起到聚焦光线的作用 光线聚焦之后啊 照射到一些物体上 就有可能使得物体温度变高 在特定情况下 就有可能引发火灾 好 我们继续转述 但是在消防队员 仔细查看地面之后 这两种原因的可能性 很快都被排除了 but neither of the causes proved to be possible after the firefighters had examined the ground 我们复习一个表达 neither of something 就表示两者都不 另外注意 proof这个单词表示证明 proved to be 就表示证明是 或者显示出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neither of the causes proved to be possible 也就是说 两个原因啊 都被事实证明 是不可能的 那么到底什么 导致了这次 毁灭性的大火呢 so what on earth caused the devastating fire 注意这里的 on earth 是不是表示在地球上呢 当然不是 这里的on earth 只是一个语气 表示究竟到底 what on earth caused the devastating fire 究竟是什么 造成了这一次 毁灭性的大火呢 注意这里的 devastating 来自于一个动词 叫devastate 它表示 彻底的摧毁 好 我们接着讲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 一个消防队员 意外地发现了 这个谜团的线索 可能没有人 会找到答案 no on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the answer if a fireman had not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e clue to the mystery 这句话当中 我们用了一个 什么句型呢 对了 虚拟条件句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四十课 讲过这种句型 它表达了什么含义呢 对了 表达的是一种假想 事实当中呢 是不存在的 而如果是对 过去的一种假想 特别注意 时态呢 要后撤 从句中啊 用过去完成时 而主句当中呢 可以用would have done 或者说could have done 这样一个结构 另外呢 这句话当中啊 有一个单词叫clue 它表示线索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转述 这位消防队员啊 当时突然看到 一条缠绕在电线上的 蛇的残骸 he caught sight of the remains of a snake which was wound around the electric wires 对这里的catch sight of 我们之前讲过啊 它表示突然间看见 另外呢 wound 这个单词啊 它是wind 缠绕这个单词的过去分词 wind something round 或者说around the other thing 就表示把一个东西啊 缠绕在另外一个东西上 好 我们继续转述 他很好奇 一条蛇怎么能够爬到高高 在地面之上的电线上去呢 he wondered how a snake managed to climb to the electric wires high above the ground 所以这句话当中 manage to do something 我们之前讲过 它就表示成功地做到了一件事情 另外呢 high above the ground 作为一个后置定语啊 修饰前面的electric wires 好 我们继续 但是很快啊 它就解开了起火之谜 为我们啊 描述了整场大火起因的回放画面 soon he was able to solve the mystery by showing a flashback to the cause of the fire 所以这里我们用了一个词 叫flashback 这个词啊 原来是指啊 电视或电影当中的回放镜头 a flashback to something 就是某件事的回放镜头 或者说回放的画面 那么这整场大火的起因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描述 原来是那只蛇啊 被一只鹰叼了起来 而后呢 这只鹰又把蛇丢在了电线上 the snake had been snatched up by an eagle which then dropped it onto the electric wires 所以这里的which 指代的是前面的eagle 这个电影从具呢 起到了链接上下去的作用 好我们继续 这只蛇啊 开始缠绕在电线上 就在这时 电火花被传递到了地面上 于是啊 引起了大火 as soon as the snake wound itself around the wires sparks were sent to the ground and immediately started the fire 所以为了表示两个动作的紧凑 这句话当中呢 我们用到了之前学过的一个句型 as soon as 它表示一怎么样 就怎么样 好 最后呢 我们可以对整个故事啊 做一个评价 obviously the eagle was either a terrible killer or a careless cook who barbecued the snake in the wrong way 最后这句啊 是你对整个离奇火灾事故的感叹和评价 用一种拟人幽默的方式啊 来点评火灾罪魁祸首 那只可怕的鹰 它呢 要么是个可怕的杀手 要么是个马虎的厨师 用错的方式啊 来把蛇给烤熟了 就这里的barbecue是一个动词 可以表示烧烤的意思 好 下面呢 我们用全英文的形式啊 完整的把故事转述一遍 转述的场景呢 是在一次聊天当中啊 你跟几个朋友分享 你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次 离奇的加州大火 Now that's where we tell the story only in English Here we go Hey guys Have you heard of the big forest fire which has just been put out in California It has taken the firefighters two weeks to extinguish the raging fire which has destroyed a large area of the beautiful forest Though forest fires are commonly seen in California This fire was very different and mysterious Usually forest fires are started by broken glass or by sacred ants carelessly thrown away by people But neither of the causes proved to be possible after the firefighters had examined the ground So what on earth caused the devastating fire? No on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the answer if a fireman had not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e clue to the mystery He caught sight of the remains of a snake which was wound around the electric wires He wondered how a snake managed to climb to the electric wires high above the ground So He was able to solve the mystery by showing a flashback to the cause of the fire The snake had been snatched up by an eagle which then dropped it on to the electric wires as soon as the snake wound itself around the wires sparks was sent to the ground and immediately started the fire obviously the eagle was either a terrible killer or a careless cook who barbecued the snake in the wrong way 好 我们转述完了 这篇课文呢 讲述的火灾原因啊 的确是非常离奇 这个英文当中啊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bizarre b-i-z-a-r-r-e bizarre the cause of the fire was really bizarre 在生活当中呢 其实啊 也有一些 比较离奇的火灾 英国的劲爆 Daily Mirror 曾有一篇文章啊 报道了一些 特别离奇的火灾 我和大家 来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 大家仔细听 文章的开头说了什么呢 来自伦敦的调查人员 研究了发生在伦敦的 两千起火灾事件 所以这里的 investigators 指的就是调查人员 incident 这个单词啊 指的是事件 通常呢 是不开心的事件 in the bed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fire safety 表示 为了强调 消防安全 这里的 in the b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 为了做什么事情 而highlight 这个单词啊 自明意思是 打高光 给某个事物 打了高光 那么这个事物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看见呢 所以呢 highlight 就引申为 强调的意思 后面说 他们呢 discovered some truly weird cases 他们发现了一下 非常奇怪的火灾案例 所以这里的 weird 也是口语当中 特别常用那个单词啊 表示特别奇怪的 那么有哪些 你根本意想不到的 火灾原因呢 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文章怎么写的 A pigeon dropped a discarded lit cigarette down a chimney starting a fire in the bird's nest 诶 这个火灾是谁造成的呢 大家听出来了吗 有一只pigeon 也就是鸽子 它把一个 discarded lit cigarette 也就是一个被人丢弃的 但是呢 还点燃的烟头啊 丢进了一个chimney 也就是一个烟囱里 然后呢 starting a fire in the bird's nest 然后把一个鸟巢 给点燃了 诶 有些动静可能感到好奇啊 怎么会有鸟 在烟囱里筑巢呢 哈哈 其实上啊 的确有些鸟啊 喜欢在烟囱里筑巢 比如说有一种鸟啊 叫做chimney swift 翻译成中文啊 就叫做烟囱贺雨燕 你看啊 它的名字叫chimney swift 就是因为啊 它喜欢在烟囱里筑巢 而这只鸽子 叼起了烟头 精准地投入了烟囱里的鸟巢 引发了火灾 that's really unbelievable right 这只鸽子啊 简直就是一架轰炸机啊 the pigeon was like a bomber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离奇的火灾 原因是什么 a dog hit the controls of a toaster as it leapt onto a worktop to reach food setting fire to a bag 这一次啊 罪魁祸首是谁呢 对了 是一只dog 一只狗 它做了什么坏事呢 it hit the controls of a toaster 诶 大家知道 toaster是什么东西吗 对了 是烤面包机 controls 指的是控制装置 这只狗啊 撞到了烤面包机的控制装置 诶 为什么会撞到呢 as it leapt onto a worktop to reach food 是因为当时啊 它跳上了厨房的工作台 想拿东西吃 所以worktop 就是厨房里啊 做饭用的这个操作面 或者说工作台 那么这只狗啊 跳上了工作台 误启动了面包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setting fire to a bag 烧着了一个袋子 注意这里的 set fire to something 就表示啊 把一个东西给点燃了 你看 一只贪吃的狗 也会引起一场大火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离奇的火灾原因 a fridge freezer caught fire after a mouse got into the bag shotting the electrics 诶 这次火灾是谁干的呢 大家听出来了吗 对了 是一只mouse 一只老鼠 一只老鼠啊 钻进了冰箱的后面 坠冰箱叫做friger 当然你也可以说refrigerator 诶 钻到冰箱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shorting the electrics 使得电路短路了 从而引发了火灾 这里的electrics 坠的表示电路的意思 而short做动词啊 在电穴当中就表示 使一个东西短路 你看看了以上三个原因之后 我们会发现 很多小动物啊 是纵火高手 要小心哦 当然呢 还有很多火灾的原因啊 是人为的 这篇文章呢 还提到了下面这个原因 a toilet row dropped down the loo was placed in a microwave to dry it out 这一次的原因呢 是一卷手指 a toilet row 所以这个row 就表示一卷的意思 这卷手指呢 dropped down the loo 这个loo啊 就是toilet 就是马桶的意思 这卷手指呢 被不小心啊 掉入了马桶里 注意这里的dropped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作为后置定语 但是呢 这个主人呢 竟然把这个手指啊 放进了一个microwave 一个微波炉当中啊 把它烤干 烤干呢 叫dry something out 这最后啊 导致了一场火灾 never so stupid right 我估计啊 有可能是一个 不懂事的小孩干的 文章啊 接下去又描述了 另外一个离奇的原因 a pair of boxer shorts be used to apply lindsey oil to a floor cut fire 这次啊 引发火灾的是 一条短裤 叫boxer shorts 什么叫boxer shorts呢 就是平脚短裤啊 类似拳击手穿的那种 一条短裤 怎么会引发火灾呢 因为啊 有人把它蘸了 lindsey oil 也就是亚麻籽油 用来怎么样呢 用来擦拭地板 最后导致这个短裤着火了 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啊 这个亚麻籽油啊 遇到易燃的碎部 在通风的条件下 就非常容易啊 产生自燃 你看 以上的这些原因啊 是不是特别的匪夷所思呢 文章的最后呢 给出了来自 伦敦消防队专家的意见 Charlie Puxley from London Fire Brigade's Investigations Team said that even the strangest fire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by taking simple fire safety precautions 来自伦敦消防队调查组的一个人 叫Charlie Puxley 他说 即便是这些最奇怪的火灾 也本可以通过 采取简单的防火措施来避免 所以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表达啊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could have done 这个表达我们说过啊 表示本来可以做到 但其实呢 没做到的事情 另外要注意 precaution 这个单词呢 就表示预防措施 你看啊 它的前缀 PRE表示提前 而cution表示小心 合起来 提前小心 是不是就表达了 预防措施的意思呢 那么有哪些防火的措施 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呢 文章最后啊 给出了这位专家具体的建议 He advised people not to use microwaves to dry out clothes or other items never to leave candles unattended and to keep mirrors and glass which reflect the sun's rays away from flammable objects 大家听到了哪些建议呢 对了 这位专家建议人们说 不要用微波炉 来烘干衣服 或其他东西 不要点了蜡烛之后呢 无人看管 这里的unattended 就表示 没有人照看的 另外呢 要把镜子和玻璃 这些可能反射 太阳光线的东西啊 远离那些毅然的物品 对reflect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单词我们学过 它表示反射的意思 some rays 这个ray就表示光线 另外呢 有一个跟火相关的单词啊 叫flammable 表示毅然的 它来自flam这个单词 做名词呢 表示火焰 做动词啊 就表示燃烧 因此呢 flammable 就表示可燃的 毅然的 好了 最后呢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注意防火安全 能够远离火灾 That's all for today's story retelling 就是这样并非特别动的